现在我们来轻松一下 我给大家提个问题 你知道2022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是什么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难不倒大家 就是冰敦敦 熊猫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国宝 形象好 非常的可爱 憨态可居 冰象征着纯洁坚强 是冬奥会的特点 敦敦 抑郁着敦厚 健康 活泼 可爱 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 象征着冬奥会弄原强壮的身体 坚韧的意志 和鼓舞人性奥林匹克精神 哎呦 不错呀 这给你能耐的 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么全面 那这样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再来一个 你知道这个冬奥会吉祥物 是从哪一届开始有的吗 哪一届 你这个问题必须是难住我了 你告诉我 不会了吧 来 我们今天冬奥小知识的第一讲 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冬奥会吉祥物的来历 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非正式吉祥物 是1968年出现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第十届冬奥会上的雪式 这个大脑袋的滑雪小人一出现就受到大家的欢迎 从此 吉祥物就成为了历届冬奥会上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76年 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 头戴当地居民传统帽子的雪人施奈德尔 是历史上第一个冬奥官方吉祥物 截止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前 已有12届冬奥会使用过吉祥物 每一届吉祥物都凭借着别具匠心的设计和创作 展现着主办国的国家形象和人文特色 苗姐 这回我算是记住了 冬奥吉祥物是1968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第十届冬奥会上出现的 不错 这些萌萌的吉祥物不仅是奥运形象的重要标志 也是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既然你都考我了 那我也不客气 我回敬一提 放马过来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 在寒冷的冬季 你知道运动员 教练员以及保证人员 如何能够穿得既保暖又舒适还环保呢 保暖啊 就穿棉袄呗 穿羽绒服 要实在还冷的话 我还可以教大家一招 就是贴一身的暖宝宝 不是 我就说你可拉倒吧 比给自己整个烫着 这点东西都太低级 我告诉你啊 咱们这个冬奥会的防寒服是有神奇内心的 来 冬奥小知识第二奖 这就可以讲 大家好 跟你们分享个好消息 我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 在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上 我将被用作防寒服的填充物 供北京冬奥会运动员 教练员 和保障人员使用 是不是很厉害 说到这儿 你们肯定都对我特别好奇 嘿嘿 我先卖个关子 我全身雪白 超轻超薄 十分保暖 看到这里 你们一定以为 我是棉花 鹅绒 或者是鸦绒 No 我叫 仿鹅绒结构高保暖续片 是一种中空纤绒骨架与超细纤绒绒 复合的仿鹅绒结构保暖续片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相信大家都有个疑问 为什么我能去北京冬奥会现场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专门找了个人回答 大家要认真听哦 这个仿鹅绒结构的保暖续片呢 是我们和董华大学指名的运动品牌 共能称胆的2022总奥会的一个可研项目 针对这个运动价在这个运动会上能够产得更熟细 更请波 那么我们所有的一些目标 就是按了这个请 波 暖 肉 然后以这四个方面 然后为研发了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这个仿鹅绒结构保暖续片呢 又达到了鹅绒的91%的保暖指标 它是一个鹅绒的10%的一个价值 嘿嘿 我是不是很厉害 哎 这个厉害了哈 必须点个赞啊 2019年呢 仿鹅绒结构高保暖续片的研发生产项目 被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冬奥的重点专项 其在完全近视的调研之下呢 仍够能够保持约98%的保暖率 哎呀 听到这儿我就放心了 有了仿鹅绒结构高保暖续片的呵护 我们的运动劲儿们在赛场上也一定会暖暖大 要说本届冬奥会呢 还真是没开幕就收获了一大票好评 一点不夸张啊 这个外国朋友呢 就在北京冬奥会这个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 吃个饭的功夫 就被我们的黑科技给完全征服了 乘着云轨小车从天而降的送餐盘 机器人大厨全程制作的汉堡 机械臂送出的砂锅 都让外国媒体人赞叹不已 这饭菜谁做的啊 只能看到容器就看不到厨师 然后饭菜就出现了 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别说你震惊了啊 我们也感到很震惊啊 这不就是美食从天而降了吗 据说经过这个报道呢 现在这个智慧餐厅都成网红了 做饭菜的是智能机器 送餐的是智能传送设备 这就是餐厅的最大特色 自动化可视化 高效化的智能餐饮设备 下单之后呢 做菜传菜都没有人工参与 全程自动化运行 可以说我们的冬奥会 是满满的科技感 实现了生产的标准化 和疫情防控的精细化 更为冬奥增添了创新活力 还是那句话 让我们一起期待冬奥 为北京加油 那么今天的知识课堂 那么就下课吧